下一位呢 演员是真的好像被 在网络上遭受了一些争议啊 喜欢她的人特别喜欢她 不喜欢她的人呢 对她也很凶残 她一方面呢很温柔 一方面呢她自己也很凶残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 两种奇怪的气质 在一个女性身上完美地融合 让我们有请杨丽 我一定要像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我觉得杨丽是一个 非常勇敢的女性 她今天内容也很大胆 她把很多可能 别人会讳莫如深的话题 直接放在透过学舞台上进行讨论 然后表达她自己的观点 这点我非常佩服她 杨丽这一季是进步非常巨大 也同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很多人喜欢我 也很多人不喜欢我 我也想了很多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什么怪心 我就是很自然地在说一些 我想说的我觉得好笑的东西 如果能有一些观众 觉得看了我的透过学舞台以后 觉得很多事情也不重要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半决赛不完以后 我就收到很多私信 说特别喜欢我 就是谢谢大家能喜欢我 因为都大家开心的同时 然后我也很开心 就这个比赛我一路都特别紧张 因为图比赛是淘汰赛 结果没想到熬过去以后 一路全是淘汰赛 我所有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赢 今年的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进半决赛 我要晋级 我就一直想进半决赛 你咋的了你 想赢 还能咋的 要我这算啥呢我 我就感觉 好像只有我特别想赢一样 其他人都很有追求 我说我想赢 已经有点不是开玩笑了 而是我真的想赢了 我不愿意陷入这种状态 现在的心情 有一种豁人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全国这么多脱口秀演员 然后有六个很厉害的 都有我 我也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这一期就是要 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地演完 很放松的状态就好了 最后一期了 决赛了 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我要一路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到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马上掉到第五百 我妈说 咋了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于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爱情这场游戏 好吧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比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他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你知道吧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这种劲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 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 说话都开始结本说 我啊你啊 你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响起 就是那种 我所有爱执着的痛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恼恼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 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些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吧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 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我男朋友 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都白说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在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睡觉 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 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它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你知道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公鸡打鸣的原理是一样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 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得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地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 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 你要睡着了 吐了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他说 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你看过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顶啊 五一talk在线青少年 这些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年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五一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商务了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结果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 都没有嘛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我会让它成为 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 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